大家好,我是莊志偉 我這次創作的作品名字叫《光蟲》 那為什麼我做這件作品呢? 主要是因為我發現這邊 光能里這邊有個赤峰街 赤峰街是以前很多汽車、修理零件 或是機械製品的一個重要的區域 隨著時間演進其實大家開始忽略到這個東西 那當我去走這個街區的時候 發現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希望透過一個 這邊居民可能比較熟悉的一個材質 馬達或是機械零件去製作作品 所以我選擇這樣的東西去做 放置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那這次製品名叫《光蟲》 原因是我希望透過機械零件去表現一個 像是一個蟲蠕洞的一個現象的一個裝置作品 那它是設置在建成公園的停車場的出入口裡面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像是玻璃屋的一個狀態 那大家晚上的時候會看到很多 類似小小的光的蟲 在玻璃上慢慢的蠕動的一個小的作品 就是在這次的創作其實是我第一次 這麼親近的跟街區做一個裝置作品 所以其實要考量到很多是民眾 要怎麼去閱讀這樣子的東西 那可能會跟我以前創作的時候在美術館空間 或者是藝文替代空間裡面展示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用了一個比較能夠就是讓民眾閱讀的一個 一個媒材可能比較發光 大家可以看著它就是亮亮發光的樣子 比較討喜的狀況去做這個作品 那我也覺得藝術家可能在每一次創作 就是其實我們都希望作品能夠被不同的人看見 那可能在美術館空間裡面我們會去講比較多的內容 但藝術進到社區或進到街區裡面之後 我們要試圖去跟更多的民眾有一些接觸 我們試圖用一個比較更簡單的語言 去讓民眾接近這樣的藝術